开放评,你Google开放资料 那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它提供哪一些 这边的话,当然你可以找到热门的资料集或全部 你如果点资料集里面全部的话 它基本上会帮你分别类 按照哪一个政府机关哪一些,然后一大堆 我的习惯会去找到最热门的 哪些最热门,最多人浏览的或最多人下载的 理论上应该是大家最需要的 针对最需要的部分的话,你再去延伸 去了解一些这些相关的资料应用 当然它主要,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有提供CSV 跟Jackson或XML 你就要见招拆招 比如说针对这些资料,你要怎么样把它爬下来 并且把它存起来,放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这里面的话,这个单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点下去没反应 到底是我们这边网路慢呢? 还是那边的网路慢呢? 这真的是有点慢的 另外的话,像data.gov 后面的话,点TW 当然就台湾的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如果你把那个点TW 拿掉的话 甚至你也可以去抓什么? 美国的开放资料 OK,美国的开放资料 而且它的相关的这种格式 很多其实也都跟台湾的,其实还蛮像的 它里面总共有22万种的相关资料 你可以用search的方式 或者说你可以再去里面找一下吧 不过它的界面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友善 你可以根据它的那个名称啊,各种去找找看 OK 那其实当然还有台北的 其实光台湾的部分的话,应该就 就已经用不完了啦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再 再再再上去看看吧 针对CSV JSON 跟XML 这个往那起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PN2.5 这是XML XML我点下去之后的话,它会跳出来 基本上它的格式就长这样子 你会发现,所谓的XML 其实跟那个HTML 它是有相关 HTML 其实就是网页的背后的原始 那X,这个X指的是extend extend就延伸的 也就是说 一般我们网页上面的这个标签 它的原理原则一定是 用小鱼跟大鱼刮在里面的一个名称 那那个里面的名称叫TAG 就是它的标签名称 那一定是一个头 那尾巴的话呢 跟头最大不一样是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斜线 OK,就差别在这里 那如果这个标签名称不是标准的 那就是所谓的XML X指的是延伸 因为这个ATM00625 这个其实在HTML里面一定没有这个标签 那它延伸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后来为了要多增加一些资料 所以又用这个XML来储存一些 这个资料的结构一定是这样 一棵树 所以外面这棵树名称叫这个 叫什么 ATM00625 你为什么叫ATM00625 OK,ATM的密码 00625 不知道 反正这个可能它工程师不知道怎么取这个名称 好,一棵树 这个就XML 这个它的资料名称 那你可以把它当一棵树 那树的话它有很多分支 所以你把它展开来 展开来这边有一个箭头 点下去 里面的话第一个分支的话 这第一个你用看Data 有没有 意思是Data的开头 Data的结束 有没有,斜线 然后里面的话又有一个栏位 其实就是这一棵树的分支 意思是说 有点像什么 这个Data 里面的第一笔资料的意思 第一笔资料的话你会发现 它的栏位名称 像Jetson是放在key里面 然后XML是放在什么 放在一个标签 这个tag 这个也是延伸 这个HTML标准一定没有 所谓的size的这个标签 所以它等于也是 自己定义出来的一个标签名称 头尾里面就放什么 放这个 其实主要我们要取出什么 取出它标签里面的content 内容 前面的话就是它的标签 OK 其实以后我们要爬虫的话 其实爬HTML 不是XML 但是HTML 它的复杂度 又会比XML复杂太多了 其实当然你们随便找一些网页 这样我们后面会爬什么 爬Yahoo 其实光Yahoo Yahoo Yahoo还算是网 因为Google的网页里面太多那个程式了 所以你进到Yahoo 比如Yahoo新聞好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Yahoo的新闻里面的资料 把它爬下来的话 像这个有Yahoo新聞嘛 按右键 右键原始码 原始码的话 其实背后的东西就是HTML HTML它的开头一定是HTML开始 然后到哪里 到一定 有个小鱼 后面这些东西都是HTML标签的相对应的属性 它的class 它的类别 一直到结束 所以这个 一直到这里 有没有 这边 这个就是它完整的 到哪里 一个头是小鱼 一个尾是大鱼 有没有 这个HTML 那有一个头的话 一定有尾 尾在哪里 尾巴一定是到最下面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不是有个尾 有没有 有一个头 一定会有个尾 尾巴的话 也叫HTML 不过前面会多个斜线 应该可以知道这意思吧 OK 所以呢 会有个body的结束 所以上面一定有个body的开始 只是说在哪里 你要去找 它这个网页 哇 里面真的太多 它总共这么多的东西 就是这些 光看到头就晕了 有没有 如果说我今天要爬什么 爬这个资料里面的 像是这些新闻标题好了 比如我今天希望爬什么 这些新闻标题里面 第一个就是标题内容 第二个的话 我甚至希望把它里面标题内容 里面的超连结 也不抓出来的话 以前如果说你不会用爬虫的话 你势必要用人工 人工的话还滑鼠按右键 那可以按右键 复制连结 那个什么网址 然后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可以这样做 那问题 这样做一定是 没有效率的 而且也反而容易做错 那以后如果网页上的东西 你要做处理的话 其实都可以透过爬虫 自动帮你完成 而且甚至你还可以配合 刚刚有用VBA去呼叫 那个Python 你要多久爬一次 有没有 几个小时爬一次 或者几分钟爬一次 有没有 也可以两边搭配 甚至自动爬完之后 丢到Excel里面 有没有 自动可以输出到Excel 甚至才可以输出到Excel里面 再配合Excel里面 还蛮好用的枢纽分析表 自动帮你产生报表 自动帮你产生你要的图 有没有 然后自动再透过VBA去呼叫Outlook 自动把这个结果寄给你就好 如果你人在外面自动打开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根本没有人在 他会自动处理的 所以时间到就自动处理 只要你把规则建立好 他时间到就自动处理 就把SOP 有没有 所以程式有点像一个SOP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是他要Follow 那个SOP 有没有 很多人 其实那些人的工作慢慢就会消失了 因为我只要把程式弄好了 我把那些规则定义的动作全部做完 那我何必请你 你每天不是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 所以做那重复性的事情的人 可能会慢慢工作不保 对不对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自动化而已 没什么 顶多是说AI部分的话 他还可以有一些学习功能 那等于是让他变聪明一点 但实际上他还是机器 充其量你说他在怎么样 所以他感觉好像名称叫AI 好像很聪明 人工智慧 好像感觉有智慧 其实他根本有智慧嘛 这跟智慧好像又 有点 好像 我觉得叫人工智慧好像 有点太过誉的啦 应该叫人工聪明吧 OK 让他人工变聪明 因为智慧感觉就是说 这个人 这个人很有智慧 感觉好像他头上有光环 对 他说他聪明 聪明就聪明而已 让小朋友小聪明 那小朋友 你拿平板给他 他马上就会了 因为他聪明 而且你都不用教他 他都知道怎么 甚至有一天 我电脑密码 我都没有告诉我女儿 我女儿自己就打 就进去了 我也没告诉他 他知道密码 对啊 聪明 那你说有智慧吗 有智慧就不会去开电脑 对不对 是不是 智慧应该去做对的事情 不要让我觉得说 因为毕竟他是非法的动作 非法的话 如果有智慧的人 不会做非法的事情吧 对不对 聪明的人会 因为聪明他无从判断嘛 对哦 所以你说有些什么工作 不会被取代 其实理论上应该就是智慧的 有判断能力的 或者是说有创新能力的 不断创造规则可能才有 我们后面的部分的话 再来就是说 如何把刚刚讲的XML把它取下来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 找到一个模组 一样吧 刚刚我们也用到好几个模组 要特别注意 要爬XML很麻烦 我试过很多个模组 后来发现有一个模组很好用 但是这个模组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直接把request requestget到的那个物件 我们刚刚不是直接位给那个 就是位给用json 直接把那个双一号去除掉 那XML这个他必须是什么 他那个套件他必须先 他没办法 必须是一个档案才可以 也就是说他可以去开档 但是他不能去抓那个物件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势必怎么样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先把网路上抓到的这个东西 先把它存一个档 然后让他去抓就可以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大概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前面就是一样是用request get 后面的话就是把这个XML的这个路径 用那个我们一样按右键 复制连结的方式 贴到get后面 OK就把它get过来 然后encoding如果是UTV8 这一行其实可以省略 需要多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先open一个档 把它write出去 encoding的话 当然我们用的是UTV8 把它写出去 因为他里面给的是UTV8 所以我一样写出UTV8 然后把得到的这个HTML的资料 把它写出去 写到哪里呢 写到这个档里面去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把它先下载 存档 OK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没办法 因为我们后面会用到一个叫 这个element tree 这个element tree 其实它已经内建了 OK 那它内建在哪里呢 内建在这个 在XML.etree的这个模组 里面会有一个方法 叫element tree的方法 因为这个名称有点长 所以后面我取一个别名叫set 当然如果你不叫et这个名称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用全名 不过你后面 如果你有set的话 后面你可以叫et.pass 这个部分 如果你没有取这个 你就变成et 这个就是要用全名了 差别在这里 这个看自己要不要把它取个名称 OK 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存一个档案了 然后再把这个名称把它做分析 然后主要分析的结果把它丢到一个tree里面去 所以tip tree 这个tree里面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棵树 这个树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root 这个是root OK 那root里面的话 当然它里面会有很多个data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for 后面跑一个回圈 特别是还多一个动作 这个root如果你要把它抓过来 使用的话 还必须多一个动作 就用getroot的方法 丢到root 多一个动作 底下的话就是把这个root里面的所有data 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所以特别是里面的这些相关资料 如果要把这些资料一个一个抓出来的话 我用什么呢 for data in root 然后里面因为有四个栏位 我看一下是不是四个栏位 一二三四 还有五个 不过其实如果你最后一个这个不要的话 因为这个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itemunit 好像是单位吧 单位好像都一样 所以第五个我不要 我只要取前四个的话 那我的方法很简单 一样是四个大瓜糊 然后点formats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里面抓这个里面的资料就是data中瓜糊 我特别说点test 然后data中瓜糊糊 点test easy推 所以总共我要取前四个的话 那我就用这个格式分别抓出来之后的话 那我把它什么 把它print print出来看一下 所以执行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它就会一个一个帮我把先存档 存成这个档案 然后再分别 把这个档案里面的东西分别 所以把它这个print到画面上 有点慢 所以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第一个旁边应该会多这个pm25.xml 按右键 refresh一下 有了 这个 它其实基本上这个结构的话 也是像刚刚一样 有没有 这边 如果你是用Eclipse里面的工具来看的话 它甚至它看起来好像会更结构化一些些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也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一样 xml 因为毕竟这个档案如果给一般人 去使用的话 他一定觉得 这个太麻烦了 如果你给他一个是像这样的一个tree 他说这个怎么用啊 难道我还要叫我复制贴上吗 Ctrl-C Ctrl-V Ctrl-C Ctrl-V 所以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转成csv呢 OK 所以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怎么样再把这个xml转换成 这个已经下来 OK 那转换的方式其实也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大概快速讲一下 E一样跟刚刚一样 要需要栏位名称 总共会有四个 然后我就四个 反协键跟换行 第二步的话就把它串在一起 跟刚刚一样 后面就加上四个资料 第三个的话就怎么样 再把这些资料建一个档案 fw把它write 名称也许叫write.csv 把它write出去 所以这些东西你把它run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些所有的xml 就会存在csv里面了 OK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刚刚讲的部分 程式我也有把它放在云端 白板上面的第14页的地方 0601的第14页 这个 然后这个是下载档案 一定要先存档 所以xml这一个 我们用的这个模组 叫xml.etree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 帮我们把 你存档 所以这个 这个的缺点是说 它没办法直接 从request那边直接 读到资料 因为我试过了 我直接把request的html的物件 直接丢给他 给他不能吃 所以后来我试过 因为我看他官方上面的说明 他只接受档案 不接受一个物件 那怎么办 干脆我就先存档 不过看到有没有 你们他有没有 因为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Python在处理xml 好像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看过很多 很多网路上 大部分都英文的 其实可以用的模组太多个了 但后来用来用去 好像这个是最简单的 OK 所以也许 请各位也许 可以试试看 将来也许 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更简便的外挂